《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3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536期 那么今天的节目谈什么呢 今天的节目想跟大家谈谈中国足球 足球这个话题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个时政频道里面要去谈呢 最主要是我要跟大家谈啊 就是习近平啊 这个习总啊 他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 他指挥了中国足球 要打翻身仗 也就是呢 今年大年初一 大家都知道 在初一这么美好的新年的这个虎年第一天 那么中国国足呢 居然呢 就是一比三输给了越南 那么对这一场比赛呢 习近平是相当关注的 也就是国足呢 是习近平呢 他最喜爱的 他执政这么十多年来 他一直想嘛 想振兴中国足球 也就是习近平他最大的愿望 按照他自己讲的 他认为呢 在开完冬奥会以后呢 我们是不是能玩一届世界杯 因为你玩一届世界杯才可以把全世界主要的这个领导人请到中国来嘛 足球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运动项目 也是最有影响的一个项目 习近平呢 他又是个球迷 所以呢 大年初一呢 他也不回家 他也不去过年 他不回家 不过年 他自己坐在中南海里面呢 他在那个地方深深的思考 很多人都认为 肯定习近平才考虑的 今年二十大的排兵不正啊 二十大怎么连任啊 其实习近平满脑子装的都是这次国足怎么赢球 赢球以后呢 然后最终就可以小组出现了 一出现以后呢 也就是满足了习近平的三大愿望嘛 他多次在中国所谓足球 推动中国足球进步的会议上面 他表达他最大的三个足球愿望 第一个就是国足能够出现 参加世界杯 第二个呢 他能够拿到一些世界杯的主办权 在中国举办世界杯 第三个就是通过举办世界杯呢 中国足球队呢 还能夺得世界杯 变成世界冠军 这是习近平他所谓三大愿望 因此为了完成他这个愿望呢 他认为呢 这一次呢 战胜越南队呢 是他自己这个愿望的第一步 所以从他大年初一 他也不回家 他也不过年 他也没考虑二十大 他是坐在办公室里面 等这场足球比赛的结果 那么他为什么不看实况转播呢 主要是什么 他底下所有的秘书啊 习近平随身的那些幕僚啊 都知道这个球是绝对不能让习总看的 习总看了以后 万一新冠冰犯了怎么办呢 整个国足九十分钟的这个比赛 习总那么揪心 他一时这个情绪激动 他如果真的是血压高 心肠病犯了 习总有个好歹呢 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呢 他们不敢给习总看这个实况转播 他们知道中国足球队那点水平啊 因此呢 他们就骗习近平 说是这个比赛赛场的信号转播呢 出了问题 是他们主赛场呢 没有信号传过来 所以说呢 我们就看不见 因此呢 你就坐在这等结果吧 所以习近平呢 他就坐在那等结果 那么等结果 那么习近平的秘书组幕僚团就在那犯愁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一定会来啊 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但是也有侥幸心理了 万一赢了呢 在习近平思想指导下 万一我们赢了这场球呢 赢了就报喜 一报喜 习总一高兴 我们这些幕僚说不准在二十大 习总就给我们加冠进决啊 所以呢 他们是希望就说 真的是能够赢下这场比赛 赢下比赛毫无疑问来讲 是习近平思想的伟大胜利嘛 那么输了怎么办呢 输是大概率啊 输了也是习近平思想的伟大胜利 也就是输了以后 我们跟习总汇报的时候 我们就找一点赠能量 就比方可以向习总汇报说 国族虽败有容 他们是拼到了最后一刻 虽然他们到最后一刻也没涉 那么没涉是不是缺点呢 不一定啊 现在你看社交媒体上面 很多美女她们在社交媒体上发言都说 找男朋友就要找国族那样的男友 九十分钟都不设 想一想 爽的爽死了 所以说不设也不是缺点 所以说这也可以向习总汇报 这也是习近平伟大思想指导的嘛 指导的这些男族 他们根本九十分钟就设不了嘛 但是呢 这个结果你毫无疑问来讲 等九十分钟就肯定出来了 最终九十分钟结果一过来了以后 虎年大年初一 国族又创造了没人再输了的历史 也就是那一比三输给了越南 打破了中国足球66年来首次输给越南的记录 越南在战胜这次中国队之前 越南是七年败 也就是七年败之后 人家终于赢得一场胜利 就从你中国头上报了人家的一箭之仇 66年来没赞成过中国队 但是这次人家赢了 所以说那这样的话呢 中国队一比三输给了这个越南队 也就是再次无缘本届世界杯了 那么这个结果你能不能不汇报呢 想来想去不汇报是不行的 习总在等结果啊 那么最后只好硬着头皮跑去汇报 汇报就是什么 没有赢啊 那么没有赢 习近平一定要问为什么没有赢 没赢的原因是什么 是不是国族这些教练啦 队员啦 他们的工资奖金没到位 那么秘书就回答 工资奖金发的非常足 他们每个人都是高兴 他们个个是一万富翁 所以说工资奖金我们是按照你的这个指示 早就给他们发到位 国族一年在他们身上发的工资就十几个亿 他们个个都是一万富翁嘛 那习近平想 既然工资奖金都到位 那队员踢不出水平来讲 肯定是教练水平才差 就说是不是你们教练请的不行 那秘书就告诉他 教练是顶级的 他们都是礼皮多年训练的 礼皮担任我们国族的这个教练担任了八年呢 礼皮什么人啊 意大利主教练带出世界杯意大利冠军队的 这种全球顶级的教练 而且是带出世界杯冠军的这个水平 他训练 那么这个教练还能差吗 教练是不差的啊 我们的国族都是礼皮多年训练过 礼皮担任我们主教练八年嘛 所以说这个教练肯定是新的 那么习近平就不灵爱了 队员们钱也发到位了 奖金也到位了 教练又是全球顶级的 那么为什么没有赢呢 是队员你们安排的这个劳逸结合安排的不好 没有给他们保证充分的休息 他们的这个体力没有恢复上啊 那么秘书就回答 那不是 这些队员他们这个休息非常好 他们这个营养也非常的充分 他们顿顿美酒佳肴 夜夜声歌厌舞 他们天天去卡拉欧凯 五星级酒店豪华这个总统套房睡的 也就是说这些队员他们虽然是什么 他们在运动场上射门不行 但是他们在床上面 他们射门射得很行 他们都射过了 每次都射中 无论是黑的 白的 他们都射过了 每个那些黑美女白美女 他们全部射过 而且次次命中 这就是国祖他们平时训练 在床上训练训练的很好啊 因此秘书向习近平汇报了 习近平一想 住的酒店档次高 美女之后射没有射的那么准 那凭什么还一笔三输掉呢 那么最终秘书就没办法回答习总的话了 也就是秘书最终就只能什么 用新华社的通稿对习总做了一个回答 就是中国队实际上在0比3落后的情况下 他们在强大的越南队之前 不焦躁 不放弃 发扬拼搏精神 终于在比赛结束之前 扳回了一球 顽强的把比分从0比3把它改写成1比3 这个都是在全世界面前彰显了中国人永不言败的时代精神 和强大的足球文化的自信 这都是系统你的伟大思想知道的好 是广大球员们按照你的要求 把支部建在连上 在足球队成定了党支部以后 在党的精神的指导下 在习近平伟大时代精神的指导下 他们最终就是半幅力球 没有吃领弹嘛 而且是像这么大的这个成就 是任何对中国不抱偏见的人 都无法否认的我们制度的优势 归根界底就是习近平伟大思想的伟大胜利 这民俗就按照新华社的通稿向习近平做了汇报 习近平一听按照你们这样讲 这个1比3最终的结果是习近平思想知道的 是习近平思想的伟大胜利 伟大胜利才弄了1比3 1比3是输掉了还是赢了啊 所以说到了最后你们把屎盆都扣到我的头上 是变成了这个国主的输都是我的思想知道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没有知道好 那挣那么多光辉思想你们怎么学的啊 挣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部署来部署去就是你们最终1比3输掉啊 所以说习近平一肚子气 气的这个手在肚子上一拍 这个衬上上的扣子都奔掉了几个 他恨不得马上把国主的那些领导全部抓过来 各个把他拉去枪毙了 但是气归气啊 这个问题要解决啊 也就是生气归生气啊 看看有什么办法 所以习近平他很生气 但是又不得不采取措施 他就问秘书 究竟有没有办法呢 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吗 那么秘书就回答讲 办法是有的 网友都替你想好了 网上网友早就发了一个段子 他说中国对近世界杯实际上只需要五步 哪五步呢 习近平讲 你跟我讲讲哪五步呢 他说第一个就是首先通过送钱和送美女运作国际竹联 希望国际竹联给南极州分一个名额 这一点做到呢并不难 因为国际竹联根据世界更大州的这个比赛情况 根据国际足球发展的需要 可以给任何一个州分配名额的 所以说呢咱们只要送钱送美女 让国际竹联给南极州分配一个名额 做到这第一步不难 那么第二步呢 第二步就说中国对 因为对开发南极有功嘛 我们呢就不在亚洲跟什么越南柬埔寨啊 跟什么伊拉克跟伊朗跟他们去玩了 我们就分配到南极州去 因为我们南极州开发有功 让国际竹联分配中国南极呢 到南极州弄到这么一个名额 那么这一点呢我们呢也不难做到 因为呢我们对南极贡献很大嘛 所以说呢中国男足呢 他一旦分到南极以后 那么就是第三步就是中国男足 在南极州跟企鹅去争夺出现权 那么第四步就是什么 在南极州的客场比赛中想办法什么 想办法要平局战胜企鹅 也就是拖住企鹅 尽量的嘛跟企鹅打出一个平局 这是在客场 那么第五步就是主场把它安排到我们海南三亚嘛 到了三亚这种高温的话 企鹅就全部都热死了嘛 企鹅都死了我们战胜企鹅 最终我们就是一胜一贫 我们就自动出现 这样不就是主场战胜了企鹅 我们不就是出现了嘛 那么习近平讲这个方案里面困难在哪里呢 秘书就回答了 网友们一直总结 这个里面的难点就在第四步 前面几点我们都能做到 就是第四步 我们在客场要能够平局和企鹅赢得平局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说呢说来说去也就是习近平知道 连企鹅都不一定打得过 这么一看习近平就非常生气了 那正花了那么多钱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给你们足鞋给钱给美女给政策 让你们发展足球发展了那么多年 最终你们这个足球 你也打企鹅打个平局 你们都够呛 那么中国足球队就那么差嘛 咱天朝不都是强国嘛 强国的足球就那么差嘛 秘书局赶快跟他解释 系统你消消息 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足球差不代表强国差 强国的足球不一定赢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 咱中国是世界第二强国 但是美中两国的足球都很差 这个足以证明足球是专门给贫穷国家娱乐的 你巴西踢得好 你阿根廷踢得好 你巴西阿根廷都是因为是穷啊 所以说强国他这个足球并不强 美国也不强啊 我们中国跟美国差不多啊 所以说这个秘书呢 他等于就在骗习近平 让习近平误以为美国足球不怎么地 其实人家美国人家的足球在世界上是排名前二十的 美国足球队曾经十次打入世界杯 1994年时候是世界杯十六强 2002年打进世界杯八强的 2010年和2014年都是世界杯的十六强 也就是人家美国的足球队跟你中国简直是天和地的区别 那么你拿这个去忽悠习近平 习近平不相信啊 因为习近平知道中国队从来很少在足球场上碰到过美国队 因为不在一个级别嘛 我们只能跟什么越南跟什么伊拉克跟什么柬埔寨去打打球 没机会撞到人家美国这种强队的 所以说呢对于这个解释 美中两国足球都弱呢 习近平不相信 那么秘书林基一栋就告诉他 这个主要是怪李克强 因为他认为不能把这个责任放在习总头上 习总亲自抓足球 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现在一比三输了 你说是习总指挥的不好 那我这个官还怎么做呢 所以他们要给习总呢去找夏家 也就是要给习总呢找郭去背 找谁背呢做李克强 为什么呢 他就说这场比赛你李克强没到场 你总理没到场嘛 你李克强为什么大连初一 你不到场去送红包去捧场呢 人家越南的总理就亲自到这个越南的主场 在越南足球队一比赛结束以后 总理亲自到场向他们质疑大连初一的问候 给每个队员都发红包 所以说你中国根本没做这种准备 你没做这种准备你怎么不输呢 因此这个不能怪系统 这个人应该怪客强没到位 总理没有到现场没有当场发红包 队员们没有积极性 大连初一没有激进到哪赢呢 习近平听了这个话 因为这个郭帅给李克强好像有点牵强啊 因为中国足球一直是正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的话 现在输了也未必是坏事 因为输了我们也可以看成是正下的一盘大棋啊 国主故意输给越南 让越南人赢了以后 越南已经大开庆功会 庆功会一开就大量的聚会 一聚会咱武汉的病毒就释放出去了 大量的病毒一旦在越南广泛的扩散 那么最终越南它这个就垮掉了 很多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撤掉工厂 不都是撤到越南吗 现在越南大量的武汉病毒进行影响以后 他们大量的人员都不能够上班 美帝国主义的工厂不就垮了吗 美帝国主义工厂垮了不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天朝胜利了吗 消灭美帝国主义不就是天朝通过这个方法 就战胜了美帝国主义 所以说越南赢了以后 他们举行了大量的聚会 然后这个病毒扩散 越南最终就不能够给美帝国主义交订单 美帝国主义就死亡了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所以说输掉不是坏事 所以习近平这么一想 他反而感觉的嘛 这是他下的一番大起义 中国足球实际上嘛 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国家制度的燕运帮 也就是中共统治下的这个极权主义国家 他这个党管足球国家政府垄断专制来管理足球 中国的足球就不会好 但是呢 这个足球呢 它的优点在于啊 在于你隐藏不了 也就是中国体制下的任何问题啊 最终把党国都有办法掩盖的 你就看不到他这个里面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而国足呢 是最明显 是最包不住的 所以说这个国足里面的再腐烂 再腐朽 再一塌糊涂 到了关键一比赛就全部漏光了 因此呢 我说过国足呢就是中国体制的一个燕运帮 也就是通过他就可以看出整个这个体制的腐朽和腐烂 今日头条有一个署名叫耿培君的人 他就专门救天津泰达这个足球队 救天津的这个整个足球的发展 他有过这么一篇深刻分析的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就明确说过 天津任何一个训练青年足球的这种轻训学校 怕不管有多少家 每一家都是有足球的民宿 也就是有各种足球的名将 成为他们之间的指导的大佬 然后呢为这个学校背书 背书以后才可以有球员来啊 尤其是一些小球员才愿意到足球学校来训练啊 而一个小球员要进队 你必须要交钱 上场也要交钱 你如果想进天津的青年队 那更得交钱 而且这些学校里面 他大部分都是退役的一些足球的一些教练 足球的一些国脚这些人开的 而这些学校他们不仅仅是要学生交钱 甚至什么 甚至北京国安有一个球员 他开的青春学校不仅仅是要收学费 还要睡小球员的妈 因此来讲整个这种无耻的 这种腐败作风啊 在整个足球界是不断的兴盛的 一个孩子想进天津的这个少年队或者青年队 至少要花到80万到100万 你如果想进成年队 也就是职业队的话 那球员合同拿的薪水是很高 但是这些薪水都是要上贡的 俱乐部的官员要拿钱 中方的教练组要拿钱 外交其实就是摆设 因为外交呢 他们本身有很高的薪水 他们不一定愿意各个接受你的私家贿赂 但是外交呢 他除了拿钱能落这个实惠 他实际上在整个教练席上面 在厂商指挥上面 他没有太大的指挥权 那么最主要就是 大家都闹到钱吧 然后呢就是转会 转会的话 所有这个转会呢 都被这个暗箱操作了 曾经的泰达队长叫王霄 泰达俱乐部总经理李广义 他们都用自己的亲戚的名字 注册了一个经济的皮包公司 然后垄断所有的天津泰达队里面的所有的球员啊 教练员啊 这些人的转会 也就是说每年转会的资金 或者是这个泰达每年投入到俱乐部的资金几十亿 最终什么 最终有多少是用在球场上呢 绝大部分都进了私人药包嘛 所以说呢 这是全国所有足球俱乐部里面 大家就不言自明的这个潜规则 那么至于打假球 中国足球队从诞生那天起 就没有说不打假球 无论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还是各种友谊赛 假球打的就没停过 赌球也从来没停过 曾经有一个知名的足球教练叫金智阳 金智阳从天津队下课 就是他反对球员打假球 最后什么 他反对大家打假球 就动了大家的财路了嘛 因为这些球员他们踢球没本事 他们靠打假球挣钱他们很有本事 如果你主教练不允许他们打假球 他们挣不到钱 他们还能够不对抗你这个主教练吗 那么最终当记者公开爆料这个球队里面有一个球员 叫持荣亮 因为持荣亮赌球的问题 持荣亮马上就跑掉了 跑到国外躲了几年以后 然后摇身一变 以外教的身份又进入了天津队 进入了天津队的教练席了 所以说来说去足球就是一个圈子 足球就是一门生意 足球是一个完全闭环的一个圈子 谁手都插不进 那么最终什么 最终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大家发财物啊 这是赌球假球 至于国家队 国家队对于每一个球员来讲 实际上就像北大清华一样 是一种背书的 也就是你如果进入国家队 你这个地位也荣誉都来了 那么进国家队肯定要给钱啊 就像你现在如果有人 给你一张清华毕业的文凭 或北大毕业的文凭 让你出个五十万到一百万 你愿不愿意呢 有很多人愿意的 那么这对足球队员来讲 他们如果出个几十万块钱 或者出个百八十万 他们就可以进入国家队 在国家队 以国家队队员的这个身份 他这个身价马上就提上去了 所以说很多人是愿意进入国家队的 但是国家队 所以无论是足球队领导 主教练助理教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意圈 每个人都要赚钱 每一个新入选的人 你都得交钱 那么交钱 也就是主教练啊 教练组啊 他这个国家队里面的领队啊 这些领班们 在考虑谁进国家队的时候 就看你这个钱 对我能不能获得利益 如果进A 我能拿到一百万 我肯定让你进A 如果进B 我一分钱不拿 或者是拿的钱很少 或者是给的一些打牙计的钱 我想我不会同意壁垒 也就是最终每一个球员想进国家队 也就是你摆平了这个平衡以后 那么你进了国家队是你交了钱 而所有的这个异议 所有人 他们个人都获得了这个利益均占 大家都有了钱了 那最终你就进了国家队 这就是这个黑暗的足球圈 这个足球圈里面 它完全是中国的腐败场 这个腐败圈子里面 你到哪里能够有把球打出来 能够战胜你的对手 最终你能够获得什么世界杯出现呢 你做梦吧 国术的这些队员 无论是主力队员 还是板凳队员 心里面都很清楚啊 到哪里能战胜人家强队 到哪里能世界杯出现啊 踢球嘛就是玩个假球 通过赌球自己挣点实惠 弄点钱就行了 打什么球到哪里能战胜别人啊 所以说国家队它踢球照样玩假球 照样去赌球 很多意想不到的惨败 都是赌球的结果 意大利知名教练李皮 李皮是带出世界杯第一名的 全球顶级的教练人啊 是带出意大利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金牌教练 李皮在中国队 为什么打完了叙利亚的一场球以后 直接撂条子不干啊 太假了 假到李皮忍无可忍啊 李皮不差钱啊 虽然他在中国当八年教练 每年教练他能拿到上亿人民币的这个酬劳 就是这个钱是很多 但是人家老教练丢不起这个脸啊 人家丢掉的是一辈子积累下的人格 人家扛不住了 忍了八年了 实在忍不了了 因此什么 李皮就不忍了 也就是在打叙利亚那场比赛以后 李皮直接撂条子 直接不干了 因为什么 他已经知道 中国队已经不可能有希望了 中国队果然像李皮预料的那样 中国队在亚洲输得已经一个对手都没有了 没有哪一个对手不能战胜中国队 中国队现在什么 除了自黑 除论的什么 除了把支部接在脸上 去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去搞政治学习 搞政治体验 去学习习近平伟大思想了 但是中国队水平那么差 中国队的球员的收入是世界顶级的 世界杯冠军队 别说是巴西阿根廷这样穷的国家的球员 即使是欧盟的世界冠军强队 无论是意大利德国还是英格兰法国 随便你是一甲还是英超 没有几个球员的收入是超过 中国队的是比中国队的球员收入高 绝大部分英超的主力队员的收入 都不会比中国队的普通板凳队员的这个收入高 中国队这个球员每个人他们最少的年薪 是七八百万 这是最差的一档 也就是板凳队员 稍微能够上场跑一跑 能够成为主力队员的 都是拿到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 至于那些引进的什么规划的球员 他们都拿到六千万八千万一个亿 所以说呢中国的球员他不愿意到海外去打球 因为在海外挣不到中国那么多钱嘛 最近十年来中国足球队除了有一个叫做无垒的 到西班牙足球队到西班牙人队去打球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球员愿意留洋 因为在中国一年轻轻松松赚几千万干嘛到海外去呢 所以说所有的中国足球队的队员他们个个是一碗风 他们每年至少能赚个几千万 有豪宅有豪舍美女是一个礼拜换一个 到国外打球一年可能只剩人民币一百万 所以说你知道这些人他们愿意到国外去打球吗 他就在中国的职业队里面混吧 混一年是一年本身足球就是一个青春饭 然后度过了这几年青春赚个盆满钵满 买的豪舍住的豪宅 然后搂着美女就顾自己的下半身 然后开个足球学校继续去骗中国的下一代啊 这中国多少年来不就是这个循环吗 所以说中国足坛虽然习近平他号称 他要率领中国足球走向世界 在中国足坛掀起什么反腐了打黑了 中国足球的主席在十年前 谢雅龙副主席南勇主管中兴这个副主任杨一鸣 三个人全部被习近平打火抓起来判了十年半 那个什么经绍这个国际顶级的这个足球裁判 陆军陆军也判了五年半 也就是这些人全部抓起来了 但是抓起来有用吗 习近平抓足球怎么说啊 习近平抓足球成立了国家级的领导小组 发改委制定了足球长期发展规划 成立了这个主席的党支部 就是党支部现在连上每个队都有党支部 球员全部把它发展成党员 买来大量的规划球员 然后请来了国际顶级的教练李皮 最终输给了66年来都从来没输过的越南 也就是全亚洲是最后一名 那么亚洲最后一名就是全球最后一名了 因为无论是非洲了欧洲了南美了 他们没有哪一个州他们的足球水平不比亚洲高的 亚洲是最差的 现在中国就是亚洲垫底的 连越南连柬埔寨现在都不愿意跟中国打了 所以说呢中国这个足球那么差 这就是中国足球官家体制破产的一个证明 也就是什么是党管足球 是中国共产党这个统治它这个垄断 它最终的一个集中体现 我刚才就说过了 足球它是一个你完全抱不住的 也就是你在别的行业 所有共产党这种腐败的体制你都可以掩盖 而足球你掩盖不了 一上场一场球一踢 最终挂着大鸭蛋回来 被人家灌个十个八个 就知道你这个足球完全把完全暴露了 所以中国足球的每次残败都可以把中共 这个腐朽官僚体制暴露的一览无余 最终你看中国足球有多么烂 中国足球这个官办体制多么无耻 中国这个国家集权这个管理体制就多么无耻 所以说把共产党赶走 如果没有共产党管足球 足球如果是真正的按照市场化运动 中国足球早就可以冲出亚洲走出世界 而只要共产党在一天 中国足球永远是像现在这种一比三输给越南的这种死循环 好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